像你現在是在算是日商的這種設備商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在日商裡面工作啊 像是沒有往來要會日文嗎 還是說在日商裡面工作 它整個文化的氣氛大概跟海商有什麼樣子的差別 從你這樣子感覺起來 日商當然先講到語言成語言的部分 然後如果是一般的沒有來往 那絕對是英文來往 因為很多東西是我們必須要讓他們知道 他們必須要讓我們知道 那公司不會去預設說每一個都會日文 那會日文也不一定非常的流利 對然後會不會搞錯一些東西 所以就是你跟日本在交流的時候 尤其是公眾場絕對都還是英文回去 對那所以這邊也奉勸出學金的 就是不管怎麼樣英文很重要 因為是外商啦 外商一定特別注重英文的部分 因為你可能日文還不錯 大概日商可能我日文還不錯 可是英文你如果沒有一個level的話 你會沒辦法跟他們溝通 尤其是在該怎麼說呢 在公眾的場 你在跟他們開會的時候 你抱一定是抱英文 因為你要讓你的同事也聽得懂 對不然就是我跟他兩個人講得很開心 有時候也會有這種狀況 尤其是在說這個會議裡面 大部分都是日本人的時候 他們就會互相日文交流 因為這個東西就不會出錯 而且他們也習慣 那這個時候你如果不會日文的話 他們可能會問 他們可能會就是討論到一半 都完全聽不懂 喔喔喔喔喔 然後突然問 欸 How do you think? 然後我們就會稍微講一下 我們現在講什麼 對然後 How do you think? 然後就 就你這時候你只能用英文就回答 所以如果有會日文的話 是有一些優勢就是 他們在內部討論 或內部交流 就是有時候可能會用日文 那在那時候你會多一點的訊息 你就知道他們正在討論什麼 而不用等到他們切尾英文狀態的時候 你才可以接上他們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算是我有一點優勢 好險我日文還 就是你日文的部分是有怎樣做 做補充 多嘆 對話多一點的英語版 對 如果知道撞聲鼓沒什麼幫助 比方說日本的綜藝節目 日劇 彈話性節目 彈話可能會有一點 太硬一點 對彈話我覺得稍微有硬一點 然後像或是動畫什麼的 對就是你通常會 它會放出來嗎 然後下面會有對照的字幕 就是看久了 你可能會抓到一點點 他們大概在幹嘛 對對對 這個東西其實是 要一直累積的 因為我個人是雖然蠻有興趣的 就是我會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會很習慣的 去做這件事情 像我在大學的時候 有時候去看一些日本的電影 然後就看看 我覺得這句翻譯好像有點奇怪 你知道嗎 好像不是這個語意喔 對 發沒有給翻譯的人說 你這個好像弄錯了 我覺得這個東西要內化到生活 語言這個東西要內化到生活 我覺得這個文字語感 然後英文也是 英文就是你 現在應該大家 比方說像Netflix什麼的 大家都會接觸到蠻多那種外國的那種影集 或是電影什麼的 那這個時候就盡量 如果能盡量去聽 去對 就去做嗎 然後這個時候就慢慢內化到你的生活 也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你可能知道一些 可是 像我到日常的時候 英文也是進步得蠻快 因為最主要 英文也進步得很快 最主要一個最大的原因是要敢講 你沒辦法說出一個很完整的句子 會 OK 你要讓他知道你要講什麼 對 我舉個例子來講 好了就是 假如說 你的 我想想看 我們如果再提到講一句話 就說 欸我覺得今天便當很好吃 可是 你可能 沒有辦法把這句話 完整的變成英文 或是 日文 你可能最後表白意思是說 今天便當好吃 可是他就知道你在講什麼了 對 所以就是 不要說 我個人的建議是 不要怕說我講錯 比方說我可能過去是 現在是搞錯 或者是我講錯 某一個劇情 他的比方說他這邊的文法錯 對 我會覺得 其實不需要怕這個 就是 你就敢講 其實就 因為其實他們也知道你是外國人 所以某些程度上來說 對你的包容性也會稍微高一些些 可以這樣子理解嗎 我覺得多少一定一樣 對 就是只要你不是在 就是 這非常政治場合 或者說比較偏私下的這種溝通上面的話 應該就是以 你的句子有辦法抓到重點 或是可以把意思穿搭出去 所以是最優先的考量 而不是讓整個句子正確 對 其實有時候 資訊的交流才是最重要的 對 畢竟語言本來的目的其實就是 交換資訊 而不是把它講的正確 對 那 你當然在講的時候 你可能會知道 我這邊大概講得好 可是會不會有下一次機會就是 對方跟你講了一模一樣的句子的時候 你就可以說 原來這句話完整的講大概會 大概會長這樣子 就是在這種交流的時候 可是如果你 就是你會學習到 可能也許正確的可能要講這樣 可是如果你連講都不敢講的話 你就根本連後面後續的機會都不會有 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語言啦 就是一定要敢講 絕對要敢講 你覺得講說很丟臉 也是這樣 對 通常 就跟你講的一樣 大家都會比較有包容性 就像日本來台灣 也會學習到奇怪的中文 對 其實換個角度講 想像他們說 今天日本人在跟你講中文的時候 其實你有時候覺得 他講了幾個重要的句子出來 你就覺得 其實這樣子蠻不錯的 對 然後可能有一些日本人 其實學的中文也學得很好 所以他講一講 可能用英文就說 I think customer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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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突然間 啊客戶神經病 我就 怎麼連字都寫起來了 死個 死個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敢講 講的時候大家會 通常我的經驗是 大家會對你比較親切感會比較好 對 大家會比較願意跟你講事情 因為其實 就我的觀察來看 其實日本人本身 大部分的是不太喜歡講英文 因為他們的英文 第一個口音比較重 然後第二個是他們 他們不一定每個英文程度都是好的 他們也知道他們的口音比較重 所以能夠不講英文 他們其實也會稍微去躲一下啊 剛剛是有提到說 你本身對日文就算是 蠻有興趣的嘛 那你在這個過段出來工作的幾年 有再特別去進修或者是 學日文這塊還是 基本上就是一直靠平日常的這種類似 你累積下來的 我覺得還是靠日常比較多 只是因為 到了日常之後 你就會比較想知道 好那我大概日文程度 大概在哪個程度 你就會去考檢定什麼的 那個時候才會知道說 原來我有 對對對 原來我這個水準 對我想像的還好一點 所以我科普一下 那個日文的那個檢定是 N1是最高級的 然後有12345這樣子 那N5就是比較入門的 對入門的 對小弟我就是NN 喔哇 所以光靠著日常這樣不停的飛機 也是可以走到 對我的語感 我今天考試的時候 發現我的語感是不錯 你就會覺得這區好像有點奇怪 這區好像比較對 然後就勾一勾 而且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考N2其實有點裸考 我就是 我其實不知道它會出什麼提醒 進去之後 有這種提醒喔 我突然考不選擇我 而且它的N幾 N幾的話是用 就是你報名的時候 就會知道你是報名 對他就是 我今天去報我要報N3 他就給你N3的題目 他時間會錯開 所以不是相當多義 是分數的那種 不是相當多義一樣 就是我考了幾分 然後他最後就給我幾分 這樣子 那當初怎麼會想到要報N2 還是一直從N5一路報上去 沒有那時候是 我那個同事 就說那我覺得你程度大概在 N2可以吧 去招招看啊 好啦幫我考一下 所以N1沒有過 只是因為沒有考 各位 還沒有去考 不過因為 最近比較忙碌 所以 D哥說他是 N2級是因為 沒有考N1 各位好不好 差不多 我覺得你說也對 這樣一講好像蠻有道理的 對 第一個啦 當然是 其實我英文 我是沒有特別去念 可是當初我在那個 就是進 公司的時候有考的士 他們那種就是 面試的時候需要考的那個 對基本的檢定 類多義嗎 那他們提醒類多義 只是提數沒那麼多 他只是大概要看一下 你大概在哪個程度 確定一下 然後那個時候 我的好像也還不錯 對然後 我覺得這個多少你在面試的時候 他們會認為這個是加副相 我覺得一樣啦 就是假如你現在是個總教練 我教一個選手 對不對 你就說欸 他那個好啦 比方說他的 某一下能力很強 他教會有什麼打擊很高 對或者是什麼 然後他同樣在打擊下 你看這個人的 比方說被三次的事數比較少 那就多了一份優勢 我覺得我覺得還是 我先讓他來試試看 或是說我會對他比較好的印象 或我會預設 他也許會表現得比較好 對那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很加分的東西 我會認為說 就是如果你站在一個 某一個地下 你要interview人的時候 一定會認為說 假如我看到一個英文 你就會過敏的時候就會覺得 他又多一點 也許他平常對英文下來比較多功夫 那這個300分 你會不自覺的會認為說 你是不是連努力都沒力 對你怎麼會連這個坎都跨不過去 我會分享這樣子的原因是因為 我在人生第一次面試的時候 就被吸引了 不是英文 不是英文 是叉叉學 這時候通常就新鮮人 會叫你去帶那個成績單過去 對不對 然後他就看我叉叉學 你會分享一下叉叉學是什麼 我不好說 我不好說 會牽扯到非常用紙腳的 就是叉叉學 20幾分 對面試關就非常不客氣 他就這樣看了之後 我覺得這個20幾分已經不是 就是成績好不好的問題了 我覺得這是人生的太多問題 然後那時候就 而且是第一次面試 第一個面試 第一個面試就被洗了洗草餐 有一種覺得 是不是後面都無望了 對然後我就會覺得 這個真的有 就是真的招成這樣嗎 就會對自己很懷疑 我覺得這個不可避免的就是 如果是面試關 你一定會有一些自己的 就是毫無或是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你要做的事就是這樣 盡量讓這些事情不要發生 對 你至少過去我可能 50分他會覺得 喔他就是沒過而已嘛 對 我至少還可以有個說法說 對 其實當初可能因為在弄什麼 然後不要說多一點 至少五百分也可以啦 黏黏強強這樣子 對 你就會讓他覺得說 你至少你可能不是因為 白爛 簡單一點就白爛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你要表現好自己 對 那這種東西如果能避免 就避免掉了 回到英文的話 我覺得大家一定都 就是每一間公司一定 繼續先考英文的啦 有些公司不一定會開始成績單 可是每一間公司一定都會太離路整理 那這個時候你在入場的那個時候 你給面試官的印象 沒有到特別要 至少不要特別查 對 因為你只是要爭取一個 我要上場的機會 對 那你在第一關的時候 你說像這個就是半刷掉 我覺得很可惜啦 非常可惜 回到日文的部分 因為日文的部分 因為日文基本就有 有興趣啦 然後日上部分也是 有特地去找 因為那個時候要求說 他在面試的時候 面試之前就有要求說 全程英文或是文 對 就是No Chinese 自選 這可以自己選得到英文 對 我想很多人 日文不一定好 可是英文一定從小學要大 至少 再怎麼差 我倒還有英文自己要入口 那如果你就是過去的話 我只會中文 那個啊那個我覺得 門口在右邊 過去登記個資料 然後可能HRP你談一下 那今天就先到這樣子 對阿 我覺得至少 那個入文的那個門檻 對 那門檻過了之後 你的表現 才是後續的事情 因為門檻都沒有過 就什麼都沒了 對我覺得蠻可惜的 對阿 製程的這些 知識上面的話 有什麼會覺得 大學的時候如果 或研究所的時候可以做 做一點加強補充 是不錯的 或者是說你覺得其實這些 這些東西 因為可能蠻多人說都是 進公司之後才學的 那從你的角度來看的話 覺得在製程的工作上面的話 大概是什麼樣子 對 以我來講 我會認為說 如果說今天你要去面試的 比方說像我一開始一樣 我要去面試的是一家金元代工廠 那你去金元代工廠的時候 你 如果你真的是 噢噢噢噢 我這邊問你說那你知道我在幹嘛嗎 你就說 我還好清楚 連這個都回答不出來 然後跟你換另外的角度 我大概知道 就是那個 比方說成MOS的結構 然後可能 有四個Module 黃光 石刻 什麼新品 擴散什麼的 然後你可能 如果這樣的話他就覺得 你好像有準備 你好像大概知道我在幹嘛 對那這時候印象就會好很多 那如果你在進一步 就會變成說 比如說我知道流程 比如說我一定是先上品 然後蓋光組 破瓜 然後石刻 然後去光組 對那 或者是你可以簡單的 破除個MOS的結構 這邊都在這邊P 然後這邊下來的時候 中間的控法去電子都流過去了 然後開關的概念什麼的 我覺得說 因為其實這東西你不難 我說實話我覺得這些資訊不難獲得 真的不難獲得 但你在去之前你花個 一小時兩小時準備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在 就是面試的時候 獲得一個很好的印象 對 有備而來有不錯 這個有成 至少就至少有成 其實對於大部分公司來說 他們可能實際上確定說 你有基本的能力 或是基本的了解 然後你具備了這個門檻之後 他們有信心進去到他們那邊 他們可以把你搞定 就是說可以讓你再學會更多的東西 是這樣子的案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可以 是可以大視野去加強的 比方說 如果我打個比方說 就會假如我今天要去面試一間公司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事先知道這個職務 本身可能有在做什麼事情的話 你可以過去的時候分享一些 你做過之前很類似的東西 你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做得比其他人更好的一些證據 比方說好了 就不要說就講英文好了 如果他就問你說 你覺得就是 他就講說 我看英文程度還不錯 我說因為我平常就會 他這時候就把你一些優勢講出來 比方說我平常就會看一些節目 然後去學習 那我在這一塊的部分 我發現我比其他人做得更好 試著去想 因為這個沒有標準答案 可是試著去想說 我請你來 就是如果你想說我請你來 我是希望我可以做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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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可以給他說 因為我做這件事的時候 會比其他人做得更好 他覺得說好像有點方法 或是好像邏輯比較好 或是師傅比較好 或是背光比較搶 對 他就覺得這個 就是我覺得這個會加分很多 就是你要想辦法 把你優勢凸顯出來 用具體的例子凸顯出來 比方說我那時候 就是在面試面試上的時候 就會說我這邊 我之前在當製程的時候 我遇到了什麼issue 然後我的下action的時候 就是下一些解決方法的時候 我通常一次兩次 就一次中的機率大概多少 兩次中的機率大概多少這樣子 對 因為這個東西你沒有講 大家也不會在一顆 你講出來的時候他會覺得好像 好像不錯好像也沒有 對 或是說我把我的產品顧得很好 我一個月就是需要做report 因為我產品有問題 需要做report大概幾次 就是很具體啊 我覺得這個 可是一般人其實都不會想到 一樣就是說我之前會在那邊 顧什麼機拍 然後他大概是怎樣怎樣怎樣 試著把自己的優勢 做具體化或是數據化 對 而且就我的經驗來 就我的觀察 我覺得會做到這件事 不算太多 可能兩成三成 可是如果你一開始就做到這件事 的話 他就可能一開始就做到這件事 直接辦 然後一上好的地方去 馬上就贏了7層的人 對 類似這樣子 然後他也會直接認為說 你可能進來 不過你真的沒有幫助 對 實際上當然要進去才知道 但是一樣的 先拿他們票好不好 沒錯 先拿他們票 先拿他們票之後你才有機會證明 介紹一下說 因為你現在是在半導體的設備商 那在這個產業裡面 設備商的領域裡面 可能有哪幾間是比較大間的 對 大概是什麼商 他們就你這邊聞到說 感覺的工作環境 或是一些內型是怎麼樣 因為其實其他家的 我不太確定 那不會一些比較大的企業 就是像不要說MAT 就還有印材 這個大家應該都在知道 因為他除了黃光之外 剩下的三個MARCHO 都有 都是他的領域 三個MARCHO就是 就是10顆然後Symphin跟Diffin 10顆、薄膜跟擴散 對 這三個都有他的機台在分布 那比方說像10顆的 10顆的最大的幾家 除了像Apply之外 另外就是像我們講M 柯林 柯林 然後再來是我們講Tel 就是東京萬一顆機 東京萬一 之前我還在U的時候 他們都會犧牲就是10顆機台 風水不太好 他們都說10顆機台風水不太好 第一個就是說 只要Apply 講快一點就會Apply 當然 然後Lan Lan Lan 然後如果你用那種比較平日文的發音 他就會變爛 爛爛爛爛 然後Tel 有問題就是打電話 常常就要打電話 常常在Callbender 對 大家會犧牲 就是說10顆機台風水很差 最主要的三個 就是真的聽起來都不是機 那我的公司不是這三個機 對 最近才比較多 在用的 那就讓我 我覺得保留一下 這部分當然就是像 U跟Lan 然後再來是Tel 東京萬一科技很明顯 東京萬一 風經威力 那再來 像你剛剛比較常提到的 像是核桑 我覺得很明顯 就是有一家庭比較大的 然後就特別隆斷 對 大家都知道阿斯摩 對 那這個東西就是 這就是主要做黃光這個隆斷 因為可以跟他玩 之前好像有一些其他公司 像Telon 對 其他的好像是日商多一點點 對 可是空學類比較強的 可是比較那個 比較沒有 就是有點像 老大跟老二有落差滿大的 對 對 就是可能 我老大最近把九成五的市場吃起來 甚至更高 就是他們在爭什麼 他們在爭第二瓶 對 像其他新品跟Diffusion 我就沒那麼熟了 不過 這四大自成從你聽到 或看到的角度的話 是哪一個是最 最曬的 哪一個是最爽的 好不好 這東西會通解 通解就是 大家都會說 黃光 因為等於十顆 大於 甚至是大於大於 可能Diffusion在新品 所以 就是通常是 最難的是 黃光跟十顆 因為黃光 黃光這個就是 牽扯到它曝光的這個極致 然後 黃光十顆一加七 對不對 為什麼 就是黃光我曝好了之後 我曝好這個線塊 然後現在就是十顆 再把它刻下去 對 然後所以 比方說 這個線塊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就是先打什麼 先打十顆就是黃光 對 然後 因為我自己是十顆 跟你分享比較多 就是十顆跟每一個 Marjo幾乎都會很有關係 我比方說 像剛剛黃光的例子 就是他們鋪了一個線塊之後 我們要負責把他們 就十顆下去 然後之後如果出了問題 就是我跟黃光 然後互相 欸不是是你家的 欸不是不是我 然後我就是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是你家的問題 然後兩邊就會增 那比方說 成績那邊是 那個薄貨成績那邊的話 他們一定會長一些貼 對 那長一些貼之外 可能又會改配套 然後又要十顆 然後厚度都跑掉幹嘛 我就 厚度跑掉了 你就是highlight那個CV 這個時候我沒有沒有 我覺得你已經有問題 你們吃你們吃過頭了 所以你們有問題 然後那個擴散的話 因為擴散的話 有兩大部分 一個是離子植入 一個是乳管 對 那乳管的部分也常常跟十顆牽扯到 就跟那個 跟薄膜有點相 就是 我這邊厚度跑掉了 然後那個 Diffusion那個器材跑掉了 一樣一句話又上演了 沒有了 十顆的問題啦 對 然後就發現十顆跟每一個麻酒都 感情不錯 你都跟每一個麻酒感情還不錯 那個牽扯不清 對對對 那再來是十顆機 十顆跟黃光機 就是你每一道process 都會經過的 對 所以這個時候整個 有標誌CD跑掉 先highlight黃光十顆 後度跑掉 那個腳是SIMPIN的部分 SIMPIN十顆 一起highlight 對 然後就會發現什麼都會猜到一起 你要我講 我一定會覺得 就是真的 沒那麼輕鬆 這是general 就是大方向是這樣 可是實際上其實還是要牽扯到 不要算你真的顧了哪一道類 你的主管怎麼樣 所以我只能說就是網路上講的沒有什麼錯啦 對 黃光跟十顆就是特別的 可是也會有一些相對應的 像我之前的單位 我就覺得他像老闆還不錯 對 我怕我老闆也會看 應該是不會 對 我覺得老闆還不錯 然後同事也不錯 就是這樣工作環境不錯的狀況下 你就不會覺得說 欸我這邊真的特別的糟 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很看單位 對 就是除了工作本身的性質 也還要看說 欸到底像是單一公司的文化 或是部門的風氣 這都是可能會考量到說 你覺得這個工作到底 想不想自己做下去的重點就對了 你知道我打個比方 假如最爽是0分 然後最塞是100分 然後也許時刻一開始就踩在70 然後CM可能50 可是 比方說 我的老闆還不錯 那我可能會想像下掉到40 然後他老闆能招 部門裝潢 從他可能直接飆到100 然後部門拆換率超高這樣子 這是我覺得也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其實 與其說啦 因為我在時刻也做了蠻久的一段時間 與其說你真的要去挑說 欸我不要去時刻感覺很散 我不要去黃光什麼的 可是其實還是先進去那一部 適合才知道說 那邊到底有沒有辦法適合自己就對了 對 你在主管面試你的時候 你也會順便面試他 但是我看就沒什麼邏輯啊 不去了 你看這個不好不想示範 對 就是其實我覺得還是看大到公司 小到部門 主管這些都是影響你工作的 選擇 對 所以你說時刻真的有比較塞嗎 也不低啦 對 我就覺得還好 對 我不會就是當的時候學弟們說 我跟你講不要來時刻 爛缺 賣頭 對不對 我覺得沒有必要 對 介紹一下就是說一個時刻功能是 平常的日常 到底在做些什麼 這其實應該也是大家會滿想知道 就是你覺得日復一日 或是說每天從早上進去之後 就開始做什麼 然後到下班 我先講生產端的 對 生產端這邊的話 因為你的貨 都是24小時在run的嗎 製程工程師 其實我們在做半導體 我覺得 打個比方來講 我們就是每天 要做1000盤炒麵 這樣子 我每天要做1000盤炒麵 1000盤長得一模一樣的炒麵 對 麵的根數要一樣 對 麵的根數要一樣 長度要一樣 然後它的鹹度也要一樣 它的精準到比方說麵的長度 可能一根 比方說20公分好了 也許我們可以允許的範圍是 19.995 對不對 就這樣說19.9 OK 19.89就不行 這樣子 對 那我就是控制它的長度 然後麵的熟度 然後辣度什麼的 然後高麗菜在切的時候 它那個寬度多少 然後重量多少 什麼的 我的工作就是 我們要維持說 每一盤炒麵炒出來的品質 要幾乎一樣 幾乎一樣是什麼 比方說我剛講的麵的長度 那如果我們炒麵出去之後 它就看了麵的長度 那你剛才說 你這個麵比較長喔 那你查一下 為什麼它會變比較長 到底是炒的過程之中 這個溫度加溫太久 還是切下來的時候 麵就已經比較長 還是切下來的時候 就已經有問題了 那切下來有問題的 是切了機器的問題 還是其實是 不要說可能它的 切的那個角度的問題 還是說其實是它的刀燉掉了 還是麵的供應商 這一次供應的麵 就是有一點不一樣 對 讓我們什麼都一樣 切下去就是不一樣 沒錯 就是要就是 我們的日常就是它如果 發生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要去找出來 哪裡不一樣 比方說 找出來後 比方說好高教剛講的 那個刀的切的角度不一樣 我們這時候就要通知到一個 大家都知道 叫設備工程 說請麻煩你去調一下 這個刀的角度 對 然後設備就好 讓我去調 去調之後就是去 再去試融 其實那個切到正常麵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對 比方說就是 你可能我發現 我這個麵 每一盤每一盤 越來越辣 對 even說 我的那個辣度 比方說還是控制在某個範圍 可是它在這裡面 有往某個區域走的時候 對我們就要去 take care 這樣子 就會了解為什麼好像有這個問題 因為可能放著不管 它就會辣到 沒辦法接受的狀態 對 對 其實這是比較通俗的那個 是 其實每天都是處理說 我每天出去的那一盤 場面都一模一樣 對 這樣聽起來你們應該 日常工作中會有一些 做Monitor 就是說定期去檢驗說 你在做的東西 是不是合乎 那個常規的 對 比方說可能是 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我產品 我的場面出去之後 一樣不一樣這件事情 是要用去量 就是去量測 去量長度 量蠟度 量什麼的 有了沒有的東西 量出來就是量的時候會有的 那我們平常在做的時候 我們也是要確保說 假如我今天東西 我的貨還沒有來 可是我要怎麼知道 我的機台現在是不是OK的 那我們就會有一些日常的 去做一些弄一盒的機子 比方說我現在就 比方說那個切切面的 然後我就弄一個 原本的就是我們自己 自己去弄來的一些面 讓它切 我切的時候 這個切出來 這個常做OK 然後我再把我的那個 就是貨放進來弄 哦 等於說有一點先試弄 或者說先測試一下 對 或者是我這樣貨一直弄 弄弄弄之後 我每天還是要確認說 我的機台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可能Hole Run了一陣子之後 我就插一批 我就插一份 就是我量測用的東西 測試一下 對就測試一下 那當然就會 我們通常講 Inline 跟Offline Inline 的話 就是我實際產品 測出來的 Offline 就是我對機台的一些 日常的一些模擬 和外的 對 非生產線上面的 對 那就是除了像剛剛講 除了我們要維持 就是我們出來產品的問題之外 我們要確認我們的機台 在處於一個穩定 可生產的範圍 對 那還有另外一些比方說 他們可能 比如說我現在 假如我10台機台 可是我可以做實驚炒麵的這5台 對 可是它現在來了可能8台量 8台的量的麵要過來 我要做成8份實驚炒麵 對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去找說 為什麼其他5台不能生產 對 不能生產實驚炒麵 對 那為什麼當初不能生產 是因為當初在測試的時候就沒有測試 還是 就是這個實驚炒麵新口味 對 我們1台OK 2台OK 3台OK 4台OK 還沒有就是第2台還沒有OK 對 那這個時候要做的 就會有幾件事情就是 它是有發生問題 不能生產 還是因為我根本還沒有 就是展開這樣 對 還沒有確認說這顆可不可以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不用做這樣 我們常常講機台展開 這顆可不可以弄 我先弄個1份過去 然後讓它去量 對 OK的可能 我這樣講比較簡略啦 那個1份弄過去 可能都要等3、4個月 對 對 以那個專業一點就在講 你要等那個WG電信 然後等它的量率出來 對 然後這台我就OK 然後放出來 那我下一次遇到 我要生產這麼多份的時候 我就多一台可以做專 對 那就是 等於說我要管理整個產線上 正常生產 跟應付它的產 我們說的產能 應付產能的需求 對 就大概就是十二次 我身後是每天在做事 那以前你們在產線裡面是 說 整個部門大概會有多少 像在十科的部門 然後每個人是 補多少盤機台 這是這樣的概念嗎 我覺得甚至看每一個單位 比方說像 每個廠它的產出 其實不太一樣 對 那我那邊之前是 十科製程有兩個課 然後各大概七八個 然後設備有三個課 大概到十出道一點點 所以設備的人還比較多 對 因為我們那個廠 之前的廠比較老舊一點 所以它可能需要 比較多的設備工資 在維護 在maintain的時候需要比較多 對 因為我有聽說像台積的話 他們一個部人 數量是蠻多的 真的嗎 一個部的話 比方說像我們剛剛十科的部跑 對 你這樣加一加其實也 六七十個跑不掉 所以等於說 所以一個部經理大概就在管理一個 大概六七十人的小公司 其實這個時間我覺得應該要算中型 對 其實不少 我覺得這種公司規模越大的 其實它的那些 就是上面的責任其實是越來越大的 所以有的時候真的要 稍微體量一下 你的老闆跟老闆的老闆 為什麼要這麼 對 這麼著急 對 為什麼這麼急 這麼的 對 因為他們其實 身上是備了蠻多的責任在上面 對 而且這個責任是 你很難去想像的 就是你心情很差的也是工作一天 心情好一點也是工作一天 所以你這個是 除非你就是說 老子不幹 因為不會的話你今天的工作還是要做 對 你就盡量 只能說盡量 讓自己是正向的想法 對對對 對對對